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伯朗特的代表作《简爱》 直到很多年后,我都能够清晰地记得那个冰冷的红屋子 我忍受着伤口的疼痛和饥饿,拼命地拍着门,请求放我出去 但是我知道,他们已经走远了 阳光渐渐消逝,阴沉沉的下午渐渐地转为凄凉的黄昏 我一点一点变得像块石头一样冷,接着,勇气也消失了 我开始意识到,这是舅舅李德先生的房间 九年前,他是在这间屋子断气的,也是在这里入殓的 殡仪馆的人就是从这儿把他的棺材抬走的 九年来,这里从来没有人睡过 是李德舅舅把我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带到家里的 临终时还一定要李德太太答应 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抚养成人 不过很显然 李德太太并没有能够好好地遵守她的诺言 在她看来,我只是一个爱手爱脚的外来人罢了 她那三个娇生惯养的孩子 也经常对我莫名地谩骂羞辱以及嘲讽 而李德太太从来都是装聋作哑 今天下午,她的宝贝儿子把我打伤 我只是出于自卫挥舞了几下拳头 她就把我关了起来 表哥表姐的蛮横和傲慢 舅妈的赠眼,庸人们的偏心 这一切,总会在我乱糟糟的脑海里翻腾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李德舅舅还在世 或许会对我很好吧 如果我是个聪明开朗,漂亮顽皮的孩子 哪怕同样寄人篱下,无依无靠 李德太太也会更容忍我一些吧 只可惜啊,我骨子里天生藏着一副忧郁 倔强,偶尔有些急躁的性子 几天后,李德太太就把我送到 那所慈善性质的教会学校,洛武德 离开盖茨黑德府的那个清晨 只有庸人背心送我到门口等马车 门房看门人的老婆望着我 看了口气说,唉,她一个人走吗 多远的路啊,李德太太 怎么能让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呢 坐上马车前,贝西给了我一个吻 然后车门砰的一下就关上了 我就从贝西那儿 从盖茨黑德府给带走了 就这样,驶向陌生的 在我当时看来还是遥远的 神秘的地方 统一穿着粗麻衣裙的学生们 刻板严肃的教养方式 以及到处笼罩着的 有点凄凉的寂静气氛 是洛伍德给我的第一印象 但随着春天的来临 伤寒病毒也前进了这所学校 八十个姑娘中 一下子病倒了四十五个 疾病成了洛伍德的居民 死亡是他的常客 围墙内满是阴郁和恐惧 房间和过道里 蒸腾着消毒水的气味 而在户外,阳光灿烂 繁花似尽 只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些盛开的鲜花 除了变成花束 放在不断增加的棺木上 亦无用处 在这所学校 我遇见了我最好的朋友 海伦彭斯 他坚韧而理性 他教会我真诚和善良 但是到了六月 我无意当中听到护士小姐说 海伦在这儿 不会太久了 这句话要是以前听见 我只会理解为 他就要被送回家 但是现在 这是说 海伦在世的日子 已经屈指可数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悲痛 我需要见他一面 必须在他死之前 拥抱他 必须给他最后一个吻 晚上宵静后 我偷偷地溜到海伦的房间 轻声地问 海伦 你还好吗 我是姐 他动了一下 拉开白色的床脉 我看到了他的脸 又苍白 又憔悴 但是却相当地平静 一定是他们搞错了 海伦的神情这么镇静 怎么可能会死呢 那一刻我不断地说服自己 我靠近床边 轻轻地吻了吻他 他用他温和的嗓音说 姐 我好开心啊 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吗 快别这么说 我爬上他的小床 紧紧地依偎着他 我悲痛极了 我竭力咽下泪水 海伦一阵咳嗽 他筋疲力竭地躺了几分钟 接着又低声地说 姐 你千万别伤心 我们大家 总有一天都会死 我有信仰 我死了 会到上帝那儿去 海伦 如果我死了 我还能看见你吗 我又问 不过这一次 只是在心里问 那地方在哪儿呢 天堂 真的存在吗 这一刻 我觉得海伦比过去 更加宝贵 我只想抱着他紧一点 再紧一点 我不想让他离开 第二天早晨 当学间 谭波尔小姐 来到海伦的房间时 我正紧紧地搂着 海伦的脖子沉睡 而海伦 已经死了 这场浩大的伤寒 清洗之后 我又在这里 生活了八年之久 盖茨黑德府的人 没有一个来看过我 而我 一天也没有走出过这儿 直到谭波尔小姐出嫁 当我目送他们的马车 驶出洛伍德校园的大门 爬上小山 消失在山顶的那一边时 我突然发现 我身体中 循规蹈矩 安分守己的那一部分 好像 也随着他们 一起消失了 八年来的常规生活 我厌倦透了 我向往着自由 祈求着自由 如果说 我在洛伍德的八年 就是一场服役的话 或许我该寻求一种 新的苦役了 我在报纸上登了广告 谋求到了一份 家庭教室的职务 地点在桑菲尔德 到达桑菲尔德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迎接我的 是费尔法克斯太太 一位亲切 和爱的老管家 第二天 我见到了我的学生 阿黛尔 一位漂亮的 法国小女孩 是桑菲尔德的主人 罗切斯特先生 收养的孩子 然而 这位罗切斯特先生 却很少住在这里 遇见他 已经是我来 桑菲尔德府 三个多月之后的事了 这段时间里 除了教阿黛尔读书 我还喜欢 独自一人 到庭院里散步 一个人从窗户 急目眺望 那僻静的田野和山岗 一直望到 朦胧的天井 这时候我总期望 自己能够走向 更加广阔的世界 能够拥有 更丰富的经历 遇见更多 各式各样的人 然而当 罗切斯特先生 突然出现的时候 我没有意识到 我的生活 将发生 多么大的变化 那天 罗切斯特先生 已坐在一张椅子上 问我 你是从哪里来 洛伍德 我回答 难怪你看起来 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罗切斯特先生 盯着我 带着打亮的目光 接下来 这位先生 开始询问一些 我的经历 身世 以及受教育情况等等 当他听到 我曾经学过 一点音乐的时候 马上让我到书房 去弹上一曲 可是没谈几分钟 他又打断了我 让我回来 然后又突然提议 要看看我的画家 于是我给他 展示了一些 我之前的作品 都是我自己 构想出来的 关于浓云翻涌的大海 朦胧的山峰 高耸入云的冰山等等 他看着画 不以为然地说 嗯 你抓住了构想的脉络 但是 大概 也只是到此为止吧 不过对于 一个女学生来说 这些画已经很难得了 好 把画拿走吧 还没等我 整理好画家 罗切斯特先生 又突然说道 哎 这么晚了 艾小姐 你怎么 还没带阿戴尔 去休息啊 离开的时候 我悄悄地问了 费尔法克斯太太 你说过 罗切斯特先生 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我想 他变化无常 而且 态度生硬 费尔法克斯太太 对我温和的一笑说 哈哈 呃 或许是吧 可是 我对他的态度 已经完全习惯了 我有点讶异 可是转念一想 唉 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是一名 家庭教师而已 和这位先生 大概 不会有什么联系吧 如我所料 我很少见到 罗切斯特先生 偶尔碰见 他有时会傲慢 而冷淡地走过 有时 彬彬有礼地微笑 确实是个 变化无常的家伙 当然 如果正好 碰到他 喝了点小酒 他会变得 心情十分地愉悦 而且 很爱说话 唉 小姐 我发现 你总是喜欢 一个人坐着 眼睛盯着什么 再看 我倒是想你 多说点话 让我也多了解 了解你 所以 你说话吧 我一生不想 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命令 有一点恼火 怎么 还是不说话吗 啊 虽然我可能 有点无理 但是以我的年龄 和阅历 恐怕 我还是可以 专横一点的 我对他说 先生 我并不认为 你有权 对我发号十灵 至于 你究竟 能不能比我高明 还得看你 怎样运用 你的年龄和阅历 他不高兴了 说 哼 哎呀 倒真是伶牙俐齿 要么不说话 一张嘴 就这样毫不客气 你可是我 雇来的下属 凭着雇佣关系 你肯让我 稍微地 摆摆威风吗 我说 不先生 没有哪一个 生来自由的人 肯低头忍受 即使 是看在薪水的份上 哦 你可真是个 特别的家伙 爱自由什么 不过我在你眼中 还是看到了 很多束缚 我想 当你有一天 能够很自在地 跟我说话 你的眼神动作 一定会比现在 更有生气 每一次和 罗切斯特先生的 对话 总是带着一丝 古怪和跳跃 可是我逐渐发现 我的这位主人 开始对我 推心致富起来 他生性 喜爱谈话 我又是一个 很好的倾听者 在一次次的散步 和聊天当中 我觉得 他对我的态度 也更加从容 而我也变得 开始期待 每一次的谈话 期待 应召去念书 给他听 在这些温暖的 转变当中 我发现生活里 平添了一种 新的乐趣 可偏偏这个时候 突然发生了 一件怪事 一天夜晚 我听到门口 有点动静 好像有人 在黑暗当中 摸索着走路 突然 又一阵 魔鬼般的笑声 我被完全吓醒了 当我冲到走廊的时候 我发现 从罗切斯特先生的 房间里 飘来了浓烈的烧焦味 上帝保佑 火蛇只是点燃了 周围的床漫 因为发现 即时 火很快就被我扑灭了 罗切斯特先生 是被我用冷水 泼醒的 荒乱中他大喊 发生什么事了 是简爱吗 哦天哪 你要淹死我吗 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后 他独自出去 查看了一番 几分钟以后回来 脸色苍白 十分的阴郁 我全弄清楚了 眼前 是的 是的 这事 你什么也别说 我会来解释清楚的 然后他伸出双手 握住了我的手 姐 你救了我的命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的声音里 有股奇怪的劲儿 目光中 有种奇怪的激情 那个眼神 让我彻夜未免 第二天 当我等待 他解释这件事的时候 却被告知 他已经外出 参加聚会了 菲尔法克斯太太笑着说道 我猜想啊 他应该会待 很长一段时间吧 那都是一群 上等人家呢 哦 别忘了 还有 英格拉姆小姐 她是那么美丽 那么高贵 罗切斯特先生 可是很喜欢她呢 我的思绪 却似乎进入到了 一片杂乱武装 上流社会的聚会 名门望族的社交场 美丽高贵的小姐们 啊 简爱 这世上再没有一个 比你更大的傻瓜 更想入飞飞的白痴了 一个名门绅士 怎么可能对一个下属 做出暧昧的表示呢 别忘了 你 只是她请来的家庭教师 当罗切斯特先生 带着一群贵族客人 回到桑菲尔德府的时候 我见到了那位 美丽又高贵的 英格拉姆小姐 毫无疑问 她是里面 最闪闪发光的一位 而我也发现 先生总是喜欢 站在这位小姐的身边 对她大显殷勤 看来 她是真的爱慕这位小姐的 但是她并不知道 这位小姐 只是图有美丽的外表 她的灵魂 粗俗又浅薄 她们两个 根本不是一类人 我开始害怕 害怕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 先生将会迎娶这位小姐 当客人们都离开 桑菲尔德重新回到熟悉的宁静当中的时候 我决定 主动和她说清楚一些事情 先生 我听说 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她说 是的 怎么了 那样的话 阿戴尔应该送进学校去 还有我 我想 我得上什么地方 另外找个职位 所以呢 你是又准备 去报纸上登广告吗 罗切斯特先生的声音 有点发颤 要离开的想法 一直伴随着我 我不想就这么 无足轻重地留在这里 尽管我是那么喜欢这儿 桑菲尔德的黄昏是可爱的 薔薇 玫瑰 都散发出晚香 正如她身上那熟悉的雪茄烟味一样 都让我感到迷人 她说 这样吧 我让爱尔兰的朋友 给你留一份家庭教室的职位 怎么样 路很远啊 先生 还有大海相隔 跟英国 跟桑菲尔德 还有 可你 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 说出这话来 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最让我寒心的 是想起 有更加辽阔的海洋 阻隔在我和我爱上的人之间 比如财富 地位 和习俗 那么 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为什么不能留下来 就因为我的新娘 不 我没有新娘 我有点发了火事的反驳说 我跟你说了 我非走不可 你以为 就因为我贫穷 低微 不美 矮小 我就既没有灵魂 也没有心吗 你错了 我跟你一样有灵魂 现在 是我的心灵 在跟你的心灵说话 就仿佛 我们都离开了人世 两人一同站在上帝的跟前 彼此平等 就像我们 本来就是的那样 像我们本来就是的那样 罗切斯特先生 重复了一句 他突然将我一把抱住 紧紧地搂在怀里 嘴唇 紧贴着我的嘴唇 意外来得太快 我没有想到 所谓的 要和英格拉姆小姐结婚 不过是一场表演 是为了激起我的嫉妒心 证明我的真心 我更没有想到 在这样一个月色温柔的夜晚 我曾日日夜夜思念着 期盼着 爱慕着的罗切斯特先生 跟我求婚了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在他的安排下 婚礼将在一个月之后举行 就像幸福来得如此迅速一样 他的消失 竟然也是如此的迅猛 我差点忘了 桑菲尔德府里 那个想要烧死先生的凶手 我差点忘了 当菲尔法克斯太太得知 我即将嫁给先生的时候 眼神里透出的担忧 我差点忘了好几次女庸人之间的窃窃私语 我终于在婚礼即将完成的那一刻 得知了这个桑菲尔德府最大的秘密 罗切斯特先生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而那位妻子还活着 他犯了疯病 一直以来都被关在桑菲尔德府的三楼 有专人看管 这也是先生一直不愿意回到桑菲尔德府来的原因 他恨这所宅子 恨跟他命运绑在一起的那个疯女人 恨他的一生都成了他那贪财辱命的父亲 为了争利益的牺牲品 那一次的失火事件 正是那位病人偷偷溜出来的杰作 这件事宅子里早就是人尽皆知 甚至方圆无理内的人们也都有所耳闻 唯独我 果敬这场命运的当事人 却是秘密最后的知情者 婚礼取消了 我把自己锁进了房间里 感觉脑袋一片空白 好像沉浸了深水之中 洪水淹没了我 我该怎么办 我问我自己 马上离开桑菲尔德 心灵的回答来得那么快 那么吓人 我并没有恨罗切斯克先生 相反 他那悲惨的遭遇 让我更加爱他 同情他 可是我不得不离开 越孤单 越无人依靠 我越是要尊重自己 我不能成为他的情妇 更不愿意他这样自欺欺人 去违背法律和原则 天还没亮 我走出了这所宅子 我想这一走 该是永别了吧 我只是想离开 我只是想离开 却并不知道该去哪儿 我走啊走啊 不知道走了多久 饥寒交迫 差点晕倒在地上 在路途当中 我弄丢了行李 花光了为数不多的钱 我四处流浪 只能通过乞讨 换取一条微薄的食物 幸运的是 在一个陌生的村庄 我遇到了好心人 圣约翰牧师 和他两位好心的妹妹 玛丽和戴安娜 收留了我 我不想被 桑菲尔德福的人找到 所以我谎报了我的名字 简 埃略特 渐渐地熟悉了这里之后 我欣喜地发现 我和玛丽戴安娜姐妹俩 真是志取相投 至于圣约翰先生呢 他是一位虔诚的牧师 坚强 谨慎 有教养 已经想要履行 他的爱与使命 在他的帮助下 我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 生活 也再次回归宁静与充实 可就在这时候 圣约翰带来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我的一位律师朋友 给我写信的时候 提到了一位 叫做简爱的小姐 而碰巧的是 她的身世和你的 居然这么相似 圣约翰顿了顿 从自己的皮夹子里 摸出了一个小纸片 看样子 应该是从我的画家上 撕下来的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简爱 她继续说 我想 你就是简爱吧 你不要慌张 我来 是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你的叔父 对 没错 你并不是孤儿 你还有一个叔父 他曾经 去盖茨黑德府找过你 可那时候 你已经被送到洛乌德了 你的这位叔父 前不久去世 他把他的全部遗产 都留给了你 现在 你富有了 我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一个人突然得到了 一大笔财产 这不能不让人激动 可是这种复杂的情绪 并没有让我 完全昏了头脑 等等 圣约翰 为什么 这位律师 会给 会给你写信 来问起我呢 这很奇怪 不是吗 你肯定还有什么事情 没有告诉我 他盯着我的眼睛 和我僵持了半天 只好说 那好吧 你难道没有发现 其实我和你是同性吗 我的全名是 圣约翰 爱 李福斯 没错 你的父亲 就是我母亲的兄弟 而这位 赠予你遗产的叔父 也就是我们的舅舅 写信给我的 就是我们舅舅的律师 他告诉我说 遗产继承人失踪了 问我们 是否知道一些情况 剩下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比起一大笔遗产 得知自己还有亲人 似乎更让我激动 是的 你无法想象 对一个孤苦伶仃的 可怜人来说 这才是多么大的 一笔财富啊 脑袋里的思绪 迅速地旋转着 之前 我还担忧 对于圣约翰兄妹三人的恩情 我无以为报 可是现在好了 我可以有所报答了 我将这笔财产 分为四份 圣约翰 戴安娜 玛丽和我 每人都各得一份 虽然圣约翰 在第一时间里 提出了反对 但是他们 是拗不过我的 我以为 我就这样开始了 全新的 独立自主的生活 但是没想到 某天夜里 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在我的全身蔓延开来 毫无征兆 像电机一样的 锐利奇特吓人 隐约中 我好像听到 有人在说话 简 简 简 不知道声音从哪里传来 但是我听出来了 那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声音 凄惨而急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几乎是一瞬间的决定 我要回去找他 第二天 在阔别一年之后 我重新走上了那条 去往桑菲尔德府的路 我曾经想象过 无数次再回到桑菲尔德的情景 可是当那一堆 焦黑的废墟 出现在我的眼前时 我还是毫无准备地待在了原地 四周一片四季 草坪 平原都已经荒芜 宅子里的一切都已经倒塌 是火灾 而且从那些新长出来的荒草来看 这场灾难已经过去很久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废墟的主人又在哪呢 我四处打听 终于在一家客店得到消息 店老板说 灾难是去年秋天发生的 大火在三宫半夜烧起来 至于纵火的人 就是那位被关在三楼的 患了疯病的太太 当宅子陷入一片大火的时候 罗切斯特先生还跑上顶楼 把佣人们全部叫起来 而当他想去救那位封病太太的时候 那个女人却大喊大叫地爬上了楼顶 最后从楼顶跳了下来 当场身亡 可怜的罗切斯特先生 在跑出来的时候 被烧毁的房梁砸中 瞎了双眼 还失去了一条胳膊 我急切地问道 他在哪 那他现在住在哪 店老板回答说 在分丁 三十里外的农庄里 我不知道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感到这座破败的农庄的 天空阴沉沉的 刮着寒冷的大风 又下着透骨的绵绵细雨 就在天黑以前 我朝那所房子走去 那扇窄窄的前门正在打开 一个人影刚要从房子里出来 在暮色苍茫中 站在台阶上 他伸出手 似乎要感觉一下 是不是在下雨 尽管天暗 我还是认出了他 那正是我的主人 罗切斯特先生 我停住了脚步 几乎还停住了呼吸 站着看他 细细地看他 唉 他看不见我呀 罗切斯特先生转身回了房间 这时候 庸人玛丽见到了我 他整个人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谁 是玛丽吗 我口渴了 帮我倒杯水吧 他在屋里问 眼前 我的主人慢慢地转过头来 因为看不见 只能伸出那唯一的一只手 在空中试探性地摸着 是我 我今天晚上刚到 我产生幻觉了吗 我听到了谁的声音 简 是简吗 是你吗 我亲爱的主人 我是简爱 我回到你这儿来了 我要留在你身边 为你念书 陪你散步 做你的眼睛和手 我再也不会 再也不会撇下你 孤孤单单一个人 他叹了口气 可是姐 我现在 只是一个瞎了眼的呆木头 还没等他说完 我点起脚 吻上了他的嘴唇 我不想让他再陷入那种 颓败与崩溃的情绪中 不想看到 曾经那么旺盛的精神 却受制于身体上的软弱 是的 从现在开始 我会每天给他做可口的饭菜 陪他散步 和他聊一些愉快的经历 给他介绍荒原庄有趣的人们 我很高兴 我现在可以真正地对他有所帮助 像两个平等的灵魂一样 看到他精神逐渐震作 才使我焕发出整个天性 在他面前 我才真正地活着 同样 他也在我面前 才真正地活着 好了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可在今天 你是如何看待 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之间的爱情呢 相爱的两个人 一定要建立在财富 地位 与学识水平相当的基础上吗 关于爱情 关于女性独立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